帮你读书,共享静一好时光 大家好,欢迎来到微读时光 为您分享梁石秋的作品 我的一位国文老师 我在十八九岁的时候 遇见一位国文老师 他给我的印象最深 使我受益也最多 我至今不能忘记他 先生姓徐,明锦诚 我们给他上的绰号是徐老虎 因为他凶 他的相貌很古怪 他的脑袋的轮廓是有棱有角的 很容易成为漫画的对象 头很尖,秃秃的,亮亮的 脸型却是方方的,扁扁的 有些像聊斋志意绘图中的夜叉的模样 他的鼻子,眼睛,嘴 好像是过分地集中在脸上很小的一块区域里 他戴一副墨镜眼镜 银丝小镜框 这两块黑色变成了他脸上最显著的特征 我常给他画漫画 给我一个轮廓 中间点上两块组圆形的黑块 便唯妙唯肖 他的身材高大 但是两肩总是耸得高高 鼻尖有一些红 像酒糟的 鼻孔里常藏着两桶清水鼻涕 不时地吸溜着 说一两句话 就要用力地吸溜一声 有板有眼有节奏 也有时忘了吸溜 走了板眼 上唇上便亮晶晶地雕出两根玉柱 他常穿的是一件灰布长袍 好像是在给谁穿笑 袍子在整洁的阶段时 我没有赶上看见 余生也晚 我看见那袍子的时候 急以油渍斑斑 他经常是仰着头 迈着八字布 两眼望青天 嘴撇得瓢似的 我很难得看见他笑 如果笑起来 是宁笑 样子更凶 我的学校是很特殊的 上午的课全是用英语讲授 下午的课全是国语讲授 上午的课很严 三日一问 五日一考 不用工便被淘汰 下午的课稀松 成绩与毕业无关 所以每天下午上国文之类的课程 全生们便不踊跃 课堂上尝试稀稀拉拉的不大上座 但教员用拿毛笔的姿势 举起铅笔点名的时候 学生却个个都到了 因为一个学生不只答一声道 真道了的学生 一部分是从事午睡 微发憨舍 一部分看小说如《官场现行记》 《遇离魂》之类 一部分写父母亲大人西夏氏的家书 一部分干脆瞪着大眼发呆 神油八表 有时候逗先生开玩笑 国文先生呢 大部分都是年高有得的 不是榜眼就是盼花 再不就是举人 他们受课不过是奉行公事 乐得夫夫妍妍 在这种糟糕的情形之下 徐老先生之所以凶 老是绷着脸 老是开口就骂人 我想大概是由于正当防卫吧 有一天 老先生大概是多喝了两重 摇摇摆摆地进了课堂 这一堂是作文 他老先生拿起粉笔 在黑板上写了两个字 题目尚未写完 当然找理要吸溜一下鼻涕 就在这吸溜之际 一位兴急的同学发问了 这题目怎样讲呀 老先生转过身来 冷笑两声 勃然大怒 题目还没有写完 写完了当然还要讲 没写完你为什么就要问 滔滔不绝地吼叫起来 大家都为之恶然 这时候我可安纳不住了 我一向是个上午捣乱 下午安分的学生 我觉得现在受了无理的侮辱 我便挺身分辨了几句 这一下我可惹了祸 老先生把他的怒火都泼在我的头上了 他在讲台上来回地躲着 吸溜一下鼻涕 骂我一句 足足骂了我一个钟头 其中警惧很多 我甚至还记得这样的一句 你是什么东西 我一眼把你忘到底 这一句 颇为同学们所传颂 谁和我有点争论 遇到纠缠不清的时候 都会引用这一句 你是什么东西 我把你一眼忘到底 当时我看情势不妙 也就没有再多说 让夏克林接受了先生的怒骂 但是从这一次起 徐先生算是认识我了 酒醒之后 他给我批改作文特别响惊 批改之不足 还特别地当面加以解释 我这一个一眼望到底的学生 居然成了一个受益最多的学生了 徐先生自己选集教材 有古文 有白话 有印分发给大家 林秦南至《菜料民书》 是他讲的最为眉飞色舞的一篇 此外如吴敬桓的《上下谷金坛》 梁启超的《欧游新影录》 以及张东孙的《时事新报社论》 他也选了不少 这样新旧兼收的教材 在当时还是很难得的开通的榜样 我对于国文的兴趣 因此而提高了不少 徐先生讲国文之前 先要介绍作者 而且介绍得很亲切 例如他讲张东孙的文字时 便说 张东孙这个人 我倒和他一桌上吃过饭 这样的话是相当的 可以使学生们吃惊的 吃惊的是 我们的国文先生 也许不是一个平凡的人吧 否则怎么和张东孙 一桌上吃过饭 徐先生介绍完作者之后 朗诵全文一遍 这一遍朗诵得很有意思 他打着江北的官腔 咬牙切齿地大声赌一遍 不论是古文或白话 一字不苟地吟诵一番 好像是演员在背台词 他把文字里蕴藏着的意义 好像都宣泄出来了 他念得有腔有调 有板有眼 有情感 有气势 有异扬顿挫 我们听了之后 好像已经理会到 原文意义的一半了 好文章置地做金石生 那也许是过分夸张 但必须可以朗朗上口 那却是真的 徐先生最读到的地方 是改作文 普通的批语 清通尚可 气盛言疑 它是不用的 他最擅长的 是用大磨杠子 大勾大磨 一行一行的磨 整页整页的勾 洋洋千余言的文章 经它勾磨之后 所欲无几了 我初次经此打击 很灰心 很觉得气端 我掏心挖肝的 好容易揍出来的句子 轻轻地 被它挤杠子就给抹了 但是它正正地 给我解释 它说 你拿了去 细细的体味 你的原文是软巴巴的 容长 泄力光机的 我给你勾掉了一大半 你再读读看 原来的意思并没有诗 但是笔笔都立起来了 呼呼有生气了 我仔细揣摩 果然 他的大磨杠子 打的是地方 把虚泡囊肿的地方 全学去了 剩下的全是筋骨 我离开先生 已将近五十年了 未曾与先生 一通音讯 不知他云游何处 听说他已早归到山了 同学们偶尔还谈起徐老虎 我于回忆他的音容之余 不禁地还怀着 畅往静暮之一 文章已经分享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微读时光 喜欢的话 请您点击关注 以便收听更多好文章 我们下期见 感谢您的收听